題目是說謊 大概沒有人在講台講一個題目叫說謊 題目是說謊 其實不應該說謊對不對 有沒有說謊 有 尤其是愛唱歌的基督徒 為什麼基督徒愛唱歌的特別容易受謊 因為在唱詩歌的時候 哇 那個詩歌真的很爽 我寧願有耶穌生於金錢 我寧屬耶穌生過財富不變 如果不真的的話 我們一邊唱詩歌就一邊說謊 尤其是我會聽唱歌的大聲 現在是比較不唱的 這麼大聲所有的人都聽到了 神當然也聽到了 所以基督徒最好就不要唱詩歌 因為一唱就說謊 有這樣說謊嗎 剛才不是大家都唱 敬拜唱了 裡面有多少句是你真實的 因為裡面有多少句 其實是多多少少有點說 如果你不是好像不住大聲的 還好受病神 我就不說了 OK 那今天就進來說一些什麼東西 好像弄一個這麼奇怪的題 首先 首先 說說我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跟我做朋友 很多年了 開始的時候 他是我的學生 後來呢 他就變成我的同學 後來呢 我們的關係就扯不清 說不定你們也認識他 因為他在台灣 他就算在馬里 他也繼續在基督徒的世界裡面 他叫何美意 知道這個人嗎 哎 何美意 不知道他 他不是哎哎 他是非常哎 因為我跟他 他可以拿我開網項 我也可以拿他開網項 那因為他是那個 基因突兵 所以他是 126 現在還是以前 現在看再哪一點點 好 只是現在因為 年紀大了 那麼 他也差不多是 我們在台灣 非常受歡迎的一個講員 那而且外國也請他去講 他講的東西實在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趣 最近 有一天 有一天 我就在 雨水光 碰到他 然後 然後 他就跟我說 哎 東西有好吃 周年紀念 我說你也太遜了 我結婚已經五十年超過了 就不是 現在 現在 才 周年紀念 十年 這樣 他們說 我不說你結婚了 我說你是中風 十周年 那我想想 真的 我是 2008年 然後八月份 中風 啊 這個過程就不講了 因為 要講還要用很多時間 總之 你現在看到我呢 很多人就說 哦 你是神奇 那個不送 能夠自己走路 能夠講話 沒有 斷七八糟 走路 還可以 然後 我還可以 在廚房服飾 那 還可以 run 一個這麼大的老人大 唱 諸如此類等等 那 所以神奇 那 我也不否認 真的 還蠻神奇 那 我是 這邊 有一塊 非常貴的東西 太金屬 因為 中風之後 打開 拿帶 把那些不好的細胞拿掉 然後 弄一個太金屬 哦 這邊 補起來 如果不補的話 就很危險 因為 軟爛 那 傷了它 那些東西 所以 經過 海關的話 做小鈴 也是 膝蓋 微淨 OK 好 回來 講 合理 啊 他最近 把人大唱 演出的時候 他就請了一些 他的朋友來聽 那朋友聽完呢 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呢 就跟他說 我們 的東西 他說 在音樂會議的時候 就看到 榮耀老師 然後 榮師母 這是我太太 他也是把人大唱的詞彙 那麼 我中風 我太太也是 Cancel 千年女的器官 然後呢 Cancel 現在已經全部都癒好了 但是那個 痰痛 跟了他 這麼多年 天天又浪費 其實很辛苦 那麼 我之所以可以 還自由地來這邊 因為 家裡 有個朋友 今天早上來看他 那 待會 我回去 他就交班給我了 所以 我們的生活 就是 我太太是一個 不能沒有人照顧 那 其實 真的有點難 剛才談到的咒 我常常講的一句 非常奇怪的話 然後有些人聽懂 有些人聽不懂 我說 這一次中風 對我來講 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恩典 不是說 一好的就是恩典的故事 整個中風的過程當 對我來講 是一個 很大的恩典的說明 如果 如果 我們一個健康 來做 觸發點的話 他當然不是恩典 雖然 現在 行動還可以 但是 有些東西 不見了就是不見了 沒有辦法回來 為什麼 我會說 如果 再來一次 我可以選擇中風 或者不要中風 我非常 我會選擇 接受 這個中風 因為 他給我的好 我不曉得 怎麼去形容 那個好 我如果去 這樣話 說不定 有人會聽得到 因為我中風 我的生命 多了三十年的功力 這樣說 如果你看過我一下小說 你怎麼知道我說什麼 那個三十年的功力是 如果我沒有中風 大概我要磨練這三十年 才有現在的功力 那 這樣說 不是很誇張 很自發 很無實 這是很 無實的一個說法 那 能夠 清淨 去 多三十年的功力 那當然好 其實 看 你看中 什麼 看清 什麼 那麼 漂亮的話 我就不講 今天來到這邊 我要做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我會把我以前的生命歌的其中一集 然後 他會放給他聽 放給你聽 最大的原因 因為 以前那個生命歌都在我手上 後來呢 就有一個弟兄 他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他就把我的生命歌全部都放在網上 所以現在 如果你拿個手機 Android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從頭把我的生命歌 包括我唱的 我唱的 我的分享 我的 清理寫的信 都可以全部看 一共是 一百八十幾 一集兩首歌 所以裡面有三百六十首 我唱的 大部分是我唱的 大部分是我唱的 那麼 因為我自己用的是iPhone 我沒有Android的系統 所以 我平常都不能聽 啊 後來發覺最近 不曉得那位弟兄怎麼弄得住 無論你是Android系統 iPhone系統 都可以 那麼 來 那現在我就 啊 蠻敢 把這個消息 告訴所有的人 可以 請龍船到 把我東西傳給他 之後我們 有個流程 第一你要打入什麼東西 第二要 怎麼怎麼樣 那就很容易 就你拿 一個 手機 啊 他是 不同的系統 也沒有關係 就可以把我 啊 一百八十幾 的生命歌 包括唱歌 分享 那 如果你是 一天 聽一集的話 或者是 一天 聽一首 分享的話 那一年 就天天 都有 聽 我們讓你們的東西 這麼好嗎 欸 最近 我又從頭 在哪裡 聽了一下 欸 覺得還蠻好的 這蠻好的 我們要更謝謝這個 世大學陸續 太監陸續 他在還沒有陸續的時候 我們每一集的生命歌 他都聽過 他說 榮耀 我幫你做把關 因為 我們這種平民老百姓 又不是陸續 又不是 現在我是長老的 因為越長越老 有一個人在那邊幫你把關 他說 如果聽到有不同的 我應該不說 你 有一個人在那邊幫你把關